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被爆整占便宜 粉丝高呼,在外录节目要保护好自己 王一博出道以来捐粉无数 王一博一直都在解锁自己更多的身份 所以有些粉丝可能是因为王一博的舞台爱上他 有些粉丝可能是因为王一博的角色爱上他 有些粉丝可能是因为王一博在赛车上拼尽全力而爱上他 总之最后所有有的一切都会汇集在一起 王一博的外在是足够出众的 但是他的内外往往会更有吸引力 毕竟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是万里挑一的 王一博绝对有着足够有趣的灵魂 王一博有多强熟 抱枕也来凑热闹 王一博是公认的高热度 影响力大的艺人 随着对王一博的深入了解 大家则是越来越喜欢王一博 前一段时间王一博老婆凭借另类的方式出圈 大家都觉得很搞笑 毕竟王一博作为一个酷盖 怎么能够忍受自己通过这样杀雕的方式出圈 一个王一博老婆经历射死 随后有千千万万个王一博老婆来报道 评论区中基本都是自称王一博老婆的粉丝 不得不说王一博真的是太抢手了 甚至最近竟然又发生了一件让摩托姐姐的压力会更大的事情 近期王一博参加了这就是街舞节目 这一定是所有粉丝朋友们每周所定的节目 而且大家不仅能够节目中的王一博 节目组还设计了火锅局 每周大家还能够看到王一博轻松的互动瞬间 但是不论在哪一个节目中 王一博都在维持着自己的裤盖人设 但是粉丝们却一直试图给王一博拆台 每一次节目播出之后 粉丝们都会盘点王一博各种可爱的瞬间 粉丝们都不会放过任何的细节 最近粉丝们发现王一博真的是太抢手了 不仅摩托姐姐们想要据为己有 甚至在节目现场的抱枕也对着王一博恋恋不舍 甚至直接粘在王一博的身上 在视频中 王一博身后一直都有一个绿色的玩偶 绿色也是王一博最喜欢的颜色 他身边很多的东西的配色都是绿色 包括粉丝们的绿海 是粉丝们和王一博彼此心照不宣的仪式感 抱枕也来争宠 粉丝高呼职场骚扰 视频中几位队长看完节目要陆续离场 王一博起身之后 身后的抱枕就一直粘在他身上 大概是想要和王一博一起离开 最后王一博 还是在另一位队长的帮助下 才把身后的抱枕取下来 如今抱枕都来争宠 粉丝们的压力真的越来越大了 看到这样的视频 很多粉丝们都忍不住高呼 这难道不就是职场骚扰 不得不说 这只抱枕直接粘在了王一博的屁股上 真的是太会选位置了 粉丝们也都表示 要叮嘱王一博 在外面录制节目也要记得保护好自己 能够看出王一博的粉丝也都脑洞很大了 大家简单轻松的互动也会让对方心情更好一些 追星大概就是这样简单又快乐了 请不吝点赞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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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rar解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